那現在來談這個 還可能言之過早 看這兩天的一個疫情變化 不過2月4號以前是絕對不可鬆懈 我們這一起群聚的後續風險要觀察到什麼時候 才代表這個第一階段的危險是暫時過去了 對 那當然看觀察到多久了 那不過我想至少是2月4號 那當然要看這幾天 整體發展的一個情況 那現在來談這個 還可能言之過早 看這兩天的一個疫情變化 不過2月4號以前是絕對不可鬆懈 然後 第二個 當然我剛剛有講過 基本上這些出院的 就根據我們現在所劃分的紅藍綠區 紅黃綠區 這樣的一個方向 然後做居家隔離 當然在 紅區裡面都會被匡列在居家隔離裡面 那在相對的綠區裡面的可能性相對低 那中間可能根據我們相關疫調人員的一個 跟他的這樣的一個討論跟調查來做決定 最終到的當然了 這是一個討論的最新突充的 是個宣傳 兩色系統的來客玩 那 awhile嗎? 那天也要看下一定是個宣傳 在賺者 船也有任何風一 那這個宣傳的 爾是有誰? 有選擇的 我們要是講立場 有選擇的 我們以為大家可以這樣做的 都會做的 然後呢? 我們去做的